落下孤雾起飞,用不着鱼嘛,当着鱼了嘛,秋水长天,一时就用不着棍子嘛,这个棍子放在里头就是肚子大了,太胖了嘛。 这些网站的故事很多,所以有一个读书人,公民考不去, 懂你们年成同修这一个副修院这几位年成都掉皮倒大,你们没有本事,人家有本事,有个年成的读书不好,他就将自己挂一个牌子诗意,你们做到诗啊,忘了不好,都要拿,牧师医生都要拿来跟我医医,人家问他,你少吹嘛,他真的嘛,故人的是, 有些是,他有什么,有些是太肥了,有些是要加胖一点,要不要,太瘦了,啊,你以为故人的读对啊? 他说,你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读的故事,清明时节,雨风风啊,路上行人,雨断魂, 借问旧家,何屈有啊,牧童,瑶志,姓华青 我们小的时候,这些都是后来的读,叫千家诗,很多名诗都在上面 清明时节,雨风风风,路上行人,雨断魂, 轻文旧家,何屈有牧童啊,呆志,姓华青啊 我们当年读书这样读,这样要自败北一读,游去,摇起来读,游到脑,读到脑子,读到大墙里头去了, 我们当年读到这样读出,这样摇头摇尾读,劣住,摇起来读, 永远忘不掉的,那两个什么字不知道,你只要一问这首诗,清明,释迦,玉生,就出来了。 你们现在读书啊,是记,靠恩记,靠笔记本记,记了半天,只有笔记本上有,脑子东大厂里头没有。 所以永远是空的。 这首诗,我们小的时候读的,他太肥了,你知道吗? 十节雨风风就对了,不一定清明嘛,你看我们这两天那雨风风,还没有到清明啊,太胖了嘛。 行人欲乱红就对了嘛,行人当然在路上嘛,何必加一个路上呢? 旧家河区有一定是问人的嘛,就要借问嘛。 摇子寻花青,不一定是魔头啊,问到一个河上出来,哎,哪个旧家在哪,那个河,这个师父讲,就再拿一遍嘛。 都太肥了嘛,嘿嘿嘿,讲得没有道理。 这个话,我当年写文章也给一个老师骂过,这个老师是举人。 我问他,哎,我的文章自己认为很得意,嗯,不错。 不过你犯一个大毛病。 什么毛病? 舍不得。 我怎么叫舍不得? 你有很多好句子。 可句子这一段,这一篇文章来啊, 从这个句子不相合, 你说到自己这个句子太美了,那要把它插进来, 他就完了。 哦,当时听了很有道理,可真舍不得啊, 没问自己的好句啊,哎呀,把它。 就是每个人呀,有点长期,特别要表演。 等于一个女孩子,有了一个针钢转呢, 求着像叶压子头特别动两项, 就说,哎呀,给你看一看, 还求这个毛病。 哈,说文章要舍得, 这也是我受的教育,传给你们。 啊,现在讲回来。 韩语就受了,插过来的啊, 插过来再是一路一路, 我讲话常常乱七八糟,插开了。 可是你能把它记录下来, 抖起来,这一段就矮一点的作战嘛。 啊,原来的主题是将韩语这个还没有完。 韩语的上面还有个主题是将药山产丝, 这就叫逻辑。 可说,这个思想路线你不要帮我搞错了, 你不要以为我是乱七八糟讲。 我讲的你看,我脑子清清将药山产丝, 引证到韩语还没有来。 因为韩语提到网章, 因为网章讲到藤王国, 因为藤王国讲到这个医师, 到回来找那个酒题。 韩语第二步, 韩语的侄子不去收到, 韩语箱子拔下里头。 诶,韩语在怀念两个, 一个侄子死掉, 又怀念这个侄子出家当道士, 去死了。 诶,有一天做事, 他回来。 韩语一看, 那一天的大喜日子也不好骂他, 看他揣个道士这个样子, 踢里邋遢的回来。 又喜欢又不高兴, 结果就问问他, 来给他叔叔摆手啊, 冲不求吧。 唉,你在做什么不读书, 不靠功能在外面去学这个干什么, 当道士。 有些什么本事啊? 没有啦, 叔叔啊, 今天你生日, 大喜的日子, 我给你变个花样, 给你高兴高兴, 好不好? 我在外面说了一遍。 叔叔说, 好吧, 什么吧。 他东西搞笑, 一口气, 一盆很好的梦丹花摆在前面, 那个季节不可能有梦丹花, 他一看, 奇怪。 然后就去看看梦丹花香啊, 他写了两句诗, 你这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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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插章, 这梁师傅写在那里中间。 梁师傅写在那里中间。 梁师傅写什么呢? 人魂成岭是家户在啊! 学用懒瓜,骂不去! 人魂成岭是家户在! 学用懒瓜,骂不去! 学用懒瓜,骂不去! 还有一看这个孟丹花上面,这个子子变出来,要这样两句,诗得很好! 没有什么两个相关嘛! 不过好句子,他记得了,就那么一个玩意! 祝寿那一天,生日完了,一找这个子子呢,又走掉了! 好,这下有这个故事! 所以海语为了反对唐县宗,把这个福国秦会宫廷里头上来一个咒诀! 这个古文里头都有韩语咒,应付过的表! 对皇帝不是一切的报告给皇帝叫表文! 他就送了! 皇帝一生气,苦闹! 反对我,就把他扁了! 就下放! 下放当草丘来! 就小,就地方关去了! 就现在讲下放! 第一下放,他谈了! 大韩语,那么大的名气,下放了! 带一个家人,那个时候交通工具啊,骑一片马! 冬天,就被下放了! 天很冷! 又长安,到广东的草丘,那个时候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公路,很可怜的! 天啊,骑一片药丘,他这个清冠,骑一片兽马,冬天下雪天,刚好到了陕西成岭! 非常凄凉! 他一下想起来了,哎呀! 这个哲子